毕业季到来为了协助学生顺利就业 物丰朝阳科大以及台中乔光科大28号这天 两校市同步举办校园真才博览会 包括科技文教以及金融等产业 共释出了7000多个职缺 现场提供履历填写以及面试技巧演练服务 还有高雄市政府结合当地厂商提出平均36K的薪资 希望能够吸引外地学子返向就业 办案业者为求职学生详细说明工作项目 希望让他们多了解公司特色 因应毕业季到来 物丰传農科技大学28号这一天 特别结合70多家科技文教以及金融等产业 举办一场校园真才活动 希望让准社会新鲜人在毕业前找到好工作 应该是办定院为主 为什么 因为之前实习单位是办定院 所以应该会继续 研发吧 研发什么 化妆品或者一些生机产品之类的 远到台北南到高雄的一个厂商 接近80家提供超过2000个职务 这样一个终究机会集中在校园里面 那么学生就可以在今天这样一个活动中 希望他们能够顺利找到他们理想的工作 同学不要去轻易到资料不全的这些厂商 然后是不愿意提供进一步相关资讯的这些厂商 都不需要这个就是同学要求知的民众要注意的 真的不清楚就可以我们欢迎随时到我们的就业服务中心 绝福台去驾询 不只朝阳举办真才活动 镜头转到另一边 桥王科大这一天也规划就业博览会 现场提供履历填写及面试技巧演练服务 其中还有高雄市政府结合当地厂商 提出平均36K的薪资 希望吸引外地学子返乡就业 为企业留住好人才 我们的厂商它的薪资是比较北部 所以很多的学子可能他在高雄出生 他是高雄人但他可能到中北部念书 那其实很多同学就因为这样 他们就会选择说就在外地工作 那有些人他其实想要回高雄的话 我们在这边提供一个很好的就业机会 其中大概有60家企业是属于股票上市上柜公司 那更重要的我们大概有约有30%的企业 他还提供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 那提供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的企业 他特别重视了员工的福利 那也重视那个员工在职场的健康与安全 两所科大同时举办就业博览会 共释出7000多个工作机会 由于最近诈骗猖獗 主办单位也提醒社会新鲜人找工作时 要多听多看多留意 以免落入诈骗陷阱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